比赛的解说不是别人啊 还是我王涛和大家熟悉的老朋友苏东 这是一场你绝对不想错过的比赛 这是双方在本届比赛的第一次亮相 他们的第一场小组赛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 小组赛阶段的比赛 讨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 霍兰这个球怎么样 点球裁判给了点球 他们能否抓住这次机会取得领先呢 只判罚了点球裁判没有逃牌 运取不错 运取不错 打破僵局的机会啊 他能把握住吗 文将的判断非常准确 很聪明啊 先控节奏 胆大心系 直接在进区内用铲球 都会球权 这球看起来有戏啊 尝试一脚穿越球 门前有机会 幸好挡着这一下 否则就不是现在这个比分了 他简直就是对手肚子里的蛔虫啊 预判的很准确 这个球应该能找到队友 这个距离啊 实在是太太太远了 这种胜门没多大威胁 守门员阻止了这球啊 卡里奥哈拉 安迪苏利文 慢慢组织 耐心寻找缺口 门将及时出击 张瑞 双妹子 往上拿球 转球点位不错啊 但是被门将给破坏了 美国女组啊 弄丢了控球犬 看看她们如何组织这次进攻 索菲亚史密斯 虽然这犯规是在进区外 不过这个位置啊 还是很危险的 这有吃牌的风险啊 在裁判看来呢 这个犯规是要给牌的 我也同意裁判的看法 门将这次要好好感谢她的衡量啊 非常可惜 皮球击中了门框 这样她们就错失了一次取得领先的绝好机会 她们今天的运气实在不怎么样 好机会 现在啊 还是危机四伏 咱们率先攻破对方打板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最后这条推射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拉维尔 交给她霍兰 罗斯拉维尔 这种拦截啊 是对进攻方士气的重大打击啊 花式玩得很棒 边路有她的发挥空间 门将扑到了 哦 我都不敢肯定 这是反应快还是条件反射 角球开到进区里 这球处理的啊 忒操了一点啊 手边飞成步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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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来了一脚凌空 但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凌空就是这样啊 不会稍稍差了一点打出来的效果 那可就是天差地别了 是的 临赛霍兰 赏给了霍兰 拉维尔 这波传球啊 很有水平啊 进攻推进的很顺利 来到了危险地带 他们获得球权 这一脚穿越球啊 目测能找到队友 对手的射门 过不了门将这关 落点在进区中央 这么近距离的攻门啊 大家都跟着捏了一把汗啊 门将今天这个状态啊 绝对是飘红的 非常极限地把球挡了出去 门将刚刚的表现 好球 非常精彩的凌空周车 打得太棒了 这是一次脚球的机会 他们没有浪费 尽管啊 传来的球有一个小弹跳 但是对他这样的顶级射手 完全没有产生影响 球进的是非常漂亮 比分被扳平成了一比 打破平局的机会 球进了 这样的机会 他们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这个乌龙球既不应该 也很无奈啊 是啊 毕竟球往自己这边来了 你很难做出正确的 判断和反应啊 对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 二比一 特里尼蒂罗德曼 后备划线为宜啊 临赛霍兰 这球打飞比打进还难啊 门将专注力很高啊 唐佳丽 对手真是没有好日子过 这个直塞大概是高估了队友的速度啊 裁判一声哨响 美国女组开球 双方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 就被传过去 被抢断了 临赛霍兰 应该能传到位 这个机会错过了 真是不应该啊 这种在后场的丢球很危险啊 防守队员阻止了对方的传中 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禁区中央 威胁还在 没什么难度啊 门将直接抓住了球 双妹子 王上拿球 再半明照了 接外球 他们要调整 上场比赛的球员 美根拉皮诺埃 拿球的是拉威尔 不错 抢到了球选 无视发生啊 门将的球 拿回了球选 唐佳丽 张妹子 王上拿球 运气也是真的好啊 折射之后 没有飞向球门 整点 暴时啊 比赛已经进行了 整整一个小时 还剩下 三十分钟 防守队员化解了这次威胁 他们还在寻找 那个搬屏 比赛比赛比赛的机会 但是好像也一点不着急啊 唐佳丽 张瑞 进局里面对大门 这球进了 他们将比分 优势扩大为两球 这么早就占据了绝对优势 这场比赛看起来 似乎已经失去悬念了 再看一次这个进球 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这就是他进球的秘诀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一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剩下二十五分钟 临赛霍兰 还在继续盘带 向前推进 这位出界 脚球 和队友打了个战术 传给了邵尔布伦 这种偏太多的球啊 这守门员根本不用做任何动作 守门员的判断 还是非常准确的 是 眼花缭乱的技术 黄双 机会来了 一脚零空 怎么了 顶级的球感 顶级的射出 顶级的进球啊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交量中 他取得了胜利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方被改写成了4比1 唐佳丽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还以为这球有了 结果对手夺回了球权 把对手的传球给抢了下来 不曾皮球落地 直接打门 他利空了 封堵了对方 在进去边缘的攻门 反击的机会来了 绝佳机会啊 在这样的距离上 他们也无法打破 对方门间的失智观 这绝对是让人绝望的防守啊 他今天站在门前 就像是一堵强力在那儿 你看到他就会有一种 根本没有进球可能的感觉 再次获得脚球 没有直接传中 尝试一下来个短的 你感心吗 这种球资都没打进啊 这么近的距离啊 他完全没必要发那么大力啊 就是啊 要准备换人了 姚伟 唐嘉丽 进去里有队友 传进来了 这次进攻到此为止了 索菲亚 史密斯 球出界了 看看判给了谁 风传将球打到了进区内 本来是个得分的机会啊 防守队员做得确实不错 反击的时候到了 看看他们能否将反击转化为进球 往上的机会来了 又一个 他今天完成了帽子气法 回顾过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修打进 比赛快结束了 比分一边倒 没有悬念了 尿米尖嘛 球传给了霍兰 边台举起 约位 看到了队友 也传了过去 但是没注意到队友已经约位了 双方还要再站两分钟 这种放产动作 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很容易犯规啊 达北来出示黄牌 示意球员犯规 我倒觉得防守队员 好像也接受这张黄牌 尝试攻门 但是打歪了 看着要哈拉 全场比赛结束 möglichst肯定太阳 这śl人的暂数 至全不能却